我們現在來帶大家看一下最後一個這個測驗的提醒 因為這是大家最常平常做的事情 按一下這裡 你平常是不是最常把作業就變成 不管是office的檔案啊 或者是其他的是不是就傳好就丟上去 對不對 那你覺得這樣就夠了嗎 你們的作業有沒有被老師推薦過的 應該不會是always啦 是often usually 還是 頻率不一樣那個形容詞不一樣不是嗎 如果被推薦老師要怎麼通知你 你們平常如果佼佼作業老師推薦 是同學通知你 還是 就是 從成績上就直接打下去就看得出來 沒有推薦的問題 來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那各位呢你在這邊要佼佼的時候請你來這邊 你可以隨便找你的檔案 只要你認為沒有就是那個 就是 版權問題的 不是版權問題 就是沒有你自己私人資料的 你就把它按下去 那這個上傳呢 是上傳到哪裡 老師指定的雲端硬碟的資料夾裡面 雲端資料夾 所以它有一個前提 你必須要先登入Google帳號 但是各位不用擔心 這次我請客 平常如果你用這樣上傳檔案 到你的雲端硬碟 請問 會不會佔用你的15G的空間 會嗎 對不對 但是各位不用擔心 這是我請客 你傳上來 檔案算我的 空間算我的 了解 所以不會佔用你 可是它必須要知道你是哪個Google帳號 所以你按下去的時候呢 稍微留意一下 你的應該會像我一樣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出現一個已經封鎖的 這裡要麻煩你來這邊按一下 允許它可以彈出來 所以你不要一直按 一直按也沒有用 它就被擋住了 所以你允許它之後按完成 現在再按一次 有沒有就請你登入Google帳號 這樣了解了齁 那你登入完了之後 有注意到登入畫面不一樣嗎 你們沒有發現最近登入畫面一直在改嗎 有些地方有變 有些還沒變 那你登入之後呢 請問你可以上傳幾個檔案 隨便你 你要資料夾丟進來也可以 這樣有沒有問題 你可以丟圖片 影片 Office PDF 不知名格式 隨便你 好不好 丟看看 現在有九位同學已經怎麼樣 傳好了 這個記得齁 這個統計畫面 你們也可以一起進來齁 好 那你看齁 我來這邊一樣 從上面這裡按一下 哪位同學 你看 儒雅教的是 請問這是什麼格式 這種是什麼格式 是Office裡面 Excel的格式 老師要不要下來下來看 不用啊 按個眼睛 有沒有就看到了 這個內容可以看齁 不行齁 趕快關掉 哈哈哈哈 你了解意思了嗎 老師要不要下載下來看 沒有 那這個同學 GIF 是動畫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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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看 老師也不用下載下來 如果你真的要下載 可以按這裡 所以你知道什麼事情了嗎 雲端硬碟能夠看的 是不是在這邊都可以看 因為他可以預覽啊 我看一下 Office當然沒問題啊 這樣改作業有沒有比較簡單一點 欸 他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哈哈哈 我不知道齁 這個同學既然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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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給你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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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對不對 推薦 no 沒有過關 你知道他推薦 他會出現什麼心情嗎 他的這裡會有 在這邊 我們剛剛不是說 這裡有一個 你繳交作業的情形嗎 對不對 所以說他在這邊 就會出現那個驚嘆號 告訴你 你被推薦了 被推薦請問 可不可以重新繳交 可以啊 你可以再交上來啊 就是說你那個上傳的功能 如果你現在已經上傳完了 那就要等老師這邊批閱 等老師這邊批閱 那如果說欸 這同學不錯 然後儒雅很認真 好不好 勾起來 這樣有沒有 我就給他一個 哈哈 欸 這樣他的就看到有過關了 好 就有一個打勾 表示這個作業老師已經看過 OK了 像這樣子 那我們看看 喔PPT 當然也沒問題 是不是馬上看到 欸這個好像我有看過 嗯 PDF 也馬上看到 再來勒 我看同學還有看什麼 圖片 這當然沒問題啊 什麼 我也被你解體了 哈哈哈 文字檔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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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檔本身也可以看 再來勒 圖片 你們都還蠻客氣沒有放影片啊 影片當然也可以看啊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事實上我也可以直接從這邊下載 有沒有 那如果同學 比如說 欸 廷尾 有在嗎 你可不可以重新上傳一次 因為他如果重新上傳一次 我在這邊會看到他的地層 他自己也會看到 也就是說 他第一次繳交的那個 會在上面 還是會在上面 那交第二次第三次也會有 所以你可以重新再傳一下 你試試看 我這邊也會看到 好 現在廷尾這個已經傳好 你看 我在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 他有傳第二次上來了 就是 繳交過作業的那個歷程都在 這樣是比較清楚 對不對 你自己也清楚 他那邊也會看到有兩次 這樣就一翻兩瞪眼 這樣OK嗎 事實上當然這裡 每個都可以做筆記的 而且呢 他其實 針對這個任務 也可以怎麼樣 也有所謂的成績的功能 有沒有 也有成績部分 不過目前這是屬於付費的 所以我就不講 反正以後也會變免費 但是打成績 其實老師也可以在這邊打 就針對這整個任務 來做一個平分 這樣子 這樣各位對於檔案 作業繳交的部分 有沒有跟各位平常 現在繳交方法比較不一樣 反正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被推薦 然後就老師我都沒有看到 我都沒有收到Email 你這樣很討厭有沒有 我下次不選你的課 老師就說沒關係 那你明年再來 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子的話 其實在OneNote裡面 他在測驗提醒 或者像繳交座 其實他有一定的彈性 這對這個老師也好 對同學也好 其實都還算蠻方便的 那Google 科斯順目前主要就是 以像這樣的一個 作業繳交的一個功能為主